大家好 我是Alicia 加拿大政府註冊 移民顧問 今天跟大家討論 回來的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疫情受控了之後 看著Provinces 開始有些行動 今個星期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B.C.P.N.P.的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數據 2021年1月到8個月 B.C.抽了8089個請求 去應付Provincial Nominee 單單在8月31日的採取 已經採取了88個請求 先跟大家溫顧資深 B.C.P.N.P.有兩個方法去申請 第一個叫做Skills Immigration 即是它Provinces in High Demand 第二叫做Express Entry 它自己的省也有一個Express Entry How it works呢 就是B.C.有一個省政府的Department 叫做Skills Immigr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 一個網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登附一個帳户 基於學歷、工作經驗還有英語或法文的整項 那個系統就提出一個數據給你 每個月系統就抽中最高分 抽中的時候就會發出一個請願 你去應用 BC P&P的應用程 你有30天之內準備好它需要的文件 它預約兩至三個月就會有決定 你能否取得到 BC 省的納項 一旦你被納項 它就會發出納項證據給你 這個證據在省國的公寓 你就有600分 你可以立即申請PR 現在省項證據的PR 大概6至9個月 現在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overview of BC P&P program 裡面都蠻複雜的 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可以有 有International Graduates 有International Post Graduates 有Skill in Demand 有Tech Draw 有Entrepreneur 想知道更多的話請你去PM我們 OK 謝謝你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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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